今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对话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蓝厅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词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 首先需要打破由错误对华认知弃起的高强 并呼吁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 做出明智抉择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脱离了正常轨道 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 其根源在于美国的前政府 出于自身政治需要 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 做出了严重误判和歪曲解释 借此出台的各种遏制打压行径 给两国关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今天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 重回正轨 首先需要打破 由各种对华凑认知而人为气气的高强 真正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 读懂中国 王毅说 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审视评估对外政策 希望美方的政策制定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 看清世界大事 摒弃各种偏见 避免无端猜忌 推动对华政策回归理性 做出明智抉择 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